現在我手上的這個就是X1 Flow 你可以看到其實那個設計也是酥脊式的設計 邊是厚的,機身也是厚的 但其實你看到中間的摺痕 即是屏幕摺疊的位置 其實那個痕的顯現程度不是很高 所以官方的說話就說 其實它的接軌是有 即是整部機接軌的話 大概有3-4mm的縫隙 這個縫隙的意思是 除了是不會讓螢幕摺起的時候 會有什麼損壞之餘 可以把鍵盤放進去 其實鍵盤可以接軌在其中一邊的停留 就變成一個跟普通LOOKUP用的方法的效果 現在全面打開就是這樣 可能接完的話 其實就變成這樣 可以看到它的價位其實也有些空間 大概是3-4mm左右 那價位其實官方就說 其實它的位置是不會影響到螢幕的 其實那顆位其實可以放一個鍵盤 可以隨時放一個鍵盤 可以隨時放一個鍵盤 變成另一部超級淺的 那部機後面其實會有一個類似腳的物體 打開之後就可以整部機動在這裡 令到做事或者看其他影片 看網頁甚至看書 可以更方便